你知道为什么酒店里蒸出来的水蒸蛋总是那么嫩滑吗? 今天我来给您分享 首先碗中少量多次加入50度的温水 不知道加多少水合适的可以用拌的鸡蛋可衡量 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比1.5 接着加入半勺盐搅拧化开 碗中加入4个我下的公鸡蛋 倒入一点点白醋 橄榄油 这样做出的鸡蛋更加嫩滑而无腥味 再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至表面出现大泡泡时倒入备用的温水 再次搅拌 使鸡蛋和水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接着撇去表面的浮沫 这样蒸出的鸡蛋才不会坑坑洼洼的 然后用漏勺过滤掉没打散的鸡蛋液和气泡 蒸锅水开 把搅拌好的鸡蛋液放入锅中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滴落在里面 扣盖小火蒸8分钟 蒸好后再焖5分钟开盖 拿掉盘子 你看 这样做出的鸡蛋是不是非常的Q弹光滑 再淋入一小勺小墨香油 少许生抽调味 最后来点迷人的小葱花点坠一下 一道非常嫩滑的水蒸蛋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